大家好 我是 團隊裡 年紀最小的 我叫 王月欣 AKA 王立欣 王朔欣 王洞欣 王樂欣 我這分流的一生 是分流 不是風流 我知道啊 因為有很多 不熟悉我的朋友呢 經常是容易叫錯我的名字 這都沒有關係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能不能不要把我的姓也改了 叫我 張月欣 被人改姓這件事啊 在場 還有一位兄弟 他也能感同身受 是不是啊 張楚生 是 他們都說 我是一個 很有少年感的人 就是你們說的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那個張楚生啊 好吧 聖哥啊 我們是藝人 我們要有好奇心 要明白啊 年輕人 在想什麼 求求你上上網吧 你不要 你不要 就是每天一張嘴啊 就是 我暈 真雷人 你OUT了 還有 不要用那個微信裡面那個 微笑的表情 微笑 微笑 我們 隨便講個網梗 就是你聽不懂就算了 他還說我們是火星人 我的媽呀 火星人 就比我 我暈更老好嗎 受不了 我跟你說你們想像不到啊 就是聖哥他現在跟我們聯繫啊 他還寫信 哇 欸真的 把信寫好了之後 欸 綁到那個鴿子的小腳腳上 欸 886 就是 我感覺聖哥呀 他是人類前進潮流的最美逆行者 眼睜睜地看著歷史車輪從臉上撵過去 也只會說一聲 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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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們幾個看見了啊 也只會是這個表情 從前車馬很慢 一生只愛一個人 現在網速很快啊 楚生只愛一個人 因為沒有人願意跟他一起玩 所以他只能一個人 謝謝 接下來說說我們團隊的老大哥 王貞亮亮哥 說 欸 亮哥是懂少年感的 嗯 這個我是肯定的啊 真的嗎 他的少年感主要體現在了 皮膚管理 裝造用力 劈圖畫大力氣 哎呀這莫名其妙的運還壓上了 我真的太有才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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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每次亮哥啊 自拍完啊 修圖修得就是比我顯得還年輕 啊 絲毫看不出歲月的痕跡 哎 我們看了之後只想問一句 時間都去哪兒了 但是有一說一啊 亮哥是真厲害 畢竟 哎呀人家也是兩次上過春晚的人 但是他這個人啊 不太實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啊 你說你上春晚你就上呗 我們哥幾個就老老實實坐在電視機前 大年三十 哎 看你在舞台上表演不就好了嗎 哎 他非得哎 給我們畫餅 說 我先去幫兄弟們打個前站 明年帶你們一起上 不好嗎 好不好 可以吧 沒畫餅啊 哥 八年了 春晚啊 人生能有幾個八年啊 我跟天余八年的合同都到齊了 努力快一點我加費 我真是明白了這些年 我為什麼總是胃不舒服 就是消化不了你畫的餅啊 怎麼的就是 是我們哥幾個戴不動的 沒有戴 你要是實在不想戴呢 你可以退出再就業呀 哎 不不不不不 這不 有一個替補 也眼巴巴的等著呢 是吧 好民 旁邊的小月月 啊 再就業挺好的 真的 我也沒什麼追求 你看我的名字 王月鑫 哎 拿著月鑫 我就挺滿足的了 哎呀 爛梗王正亮 從我身體裡出去吧 爛梗王正亮 爛梗王正亮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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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到那個 浩鳴哥啊 浩鳴哥 浩鳴哥 好好拍戲 好好拍戲啊 下一期還請你當飛行嘉賓 那個有人說了啊 那個浩鳴 嗯 他又不是你們在就業的人 哎 自己單飛 陸宗義他不來 哎 活動他也不來 他對團隊 有貢獻嗎 有啊 他不來昌鶴就是最大的貢獻 說得對 真的 這一次的數字大會呢 我是自己寫稿寫到 凌晨四點啊 對 編劇老師知道之後呢 感動得痛哭流泌 跟我說 你重瘋了吧 啊 你連我們的活你都搶啊 你在就業的方向是編劇嗎 在這裡我自我檢討一下啊 給節目組帶來了不良的風氣 因為聖哥知道我自己寫稿之後呢 他把編劇的稿也改了 段子呢 來源於真實啊 我確實是嘗試了自己寫稿 因為呢 我是一直保持著年輕的心態 對什麼都感興趣 願意嘗試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 我 王月欣 是0713再就業成功的大工程 但是我永遠也是大家的老妖 好嗎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裡呢 能夠像我這樣啊 保持年輕的心態和少年感 對世界充滿好奇 自由自在不被任何事情束縛 我無比慶幸此刻年少 即使星辰晦暗 但少年仍在 新的一年 祝大家 越心長越鮮活 謝謝大家 我是王一星 謝謝大家